6月14日,改编自著名歌手郑军园中漫画的三体同名动画电影《摇滚藏傲》在上海举行平时摇滚发布会 出品方代表怀疑声令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前CEO王忠磊 以及时代添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陆雪芹,副总经理秋多 制片人郑军邪金子流云,名歌手老郎Rock亮相 电影《摇滚藏傲》讲述的是生与雪山村的藏傲波顶从小与时隔绝 带自偶人的机会接触到摇滚乐后,徐欣徐大城市追求摇滚梦想的故事 作为这剧多年的好友,刚来是小出席活动的老郎也来帮这剧站台 两位承担着一代人青春记忆的摇滚老炮同框,立马变得不正经起来 您平时称呼今儿哥是什么? 秦首 他称呼您是什么? 老秦首 初次见面两位秦首请多快唱 作为妻子的刘云也上台出声声传 不仅大聊夫妻俩有怀疑的缘分,还抱出刚节目时的趋势 其实我发现人最重要的是要互相坦诚相待 千万别就是藏在心里边 千万不要就是这种 你把这事表现出来比较好一代 多交流 所以虽然我们交流的方式激烈一些 但是交流比不交流好很多 没有没有,他说比较客气 我们头三年谈恋爱天天打 然后后来我们给自己彼此找了一个特别好的说法 就吵架了 就是疯狂的交流 真的 现场老郎不仅站台助阵 还放出好影响语 第一次为了老伙计的电影 摇滑出去的打广告 直接拿出作为礼物的小喇叭 召唤宣传 三二一 我们就好意见 我们一起 哇 哇 正在向你死奔 奔向最遥远向前 正在向你死奔 咱们 如果最幸福的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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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